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请资 2023年5月4日星期四 1.51长假暴露了电动车的一些问题 值得业内注意 一是长途旅行塞车的时候 在开空调的情况下 续航打折很厉害 很多车主连空调都不敢开 只能下车等待 于是就出现了塞车时燃油车驾乘人员在车内探空调 而电动汽车驾乘人员 赶紧下车在路边摇纸扇 这个情况不解决 慢慢的就会让电动车车主感觉到舒适性的失去 尤其是夏天旅游 不开空调车内就如蒸炉 开空调的化电量消耗飞快 车主和家人就会陷入这种焦虑中 二是高速路上对充电的恐惧 很多人述说 特斯拉的超充在高速公路还是太少了 而且超充站往往不在高速公路 而需要下高速充电 而其他新能源汽车采用公共充电桩充电时间远超15分钟 因为各个品牌电动汽车的快充技术不一 难以与公共充电桩的快充技术适配导致充电时间超长 接下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严重 往往充电一次就要2-3小时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痛苦经历 把一次期待已久的愉快旅游变成了到处排队游戏 三是续航焦虑问题 一辆标称续航600公里的车 在高速行驶下加上开空调 续航可能只有7折也就是400公里左右 高速公路行驶模式下 新能源汽车的耗电往往越严重 每一次好不容易充完电后 又开始担心下一次到哪里充电 很多人反映电动车旅程时间远比燃油车长 电动车比较而言 很有可能就失去了某些宣传上的一些好处了 另外电动汽车的能源成本低 其实是以家用电来计算能源成本 如果以公共充电站充电的话 电费倍增 再加上停车费之类的费用 省钱方面也变得不那么诱人了 通常很多问题 平时不太容易发现 节假日就暴露出来了 而节假日出行体验又非常重要 从场景看 一家人欢欢喜喜期待已久的旅行 因为电动车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变得焦虑 反倒甚至选择放弃电动车 作为家庭用车 所以新能源汽车企业 是否能解决这些痛点 关系到未来新能源汽车 替代传统燃油车总体战略的成败 二 通过对中国汽车市场的代表性企业 特斯拉 比亚迪 上期三家一季度的营收和利润比较 会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特斯拉一季度营收为233.29亿美元 按照6.8476的平均汇率计算 折合1597.48亿元 比亚迪一季度营收是1201.7亿元 上期一季度营收是1459.6亿元 仔细分析 从营收上看 大体都差不多 但是 利润却差距很大 这也可以部分解释 他们的股价的差异 特斯拉一季度利润高达171.79亿元 比亚迪一季度利润是41.3亿元 上期一季度的利润为27.83亿元 3.5月3日 韩国市场调查机构SNE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全球各国电动汽车电池总装车量为133GWH 同比增长38.6% 从具体厂商来看 宁德时代全球装车量为46.6GWH 同比增长35.9% 占全球整体市场份额为35% 继续领跑 比亚迪紧随其后 装车量为21.5GWH 同比大增115.5% 全球市场占比16.2% 比亚迪增速惊人 步步紧逼宁德时代 四在暂停8个多月之后 特斯拉公司在美国重新开始接受 Model 3长续航版的订单 这款车现在可以在特斯拉网站上订购 价格为47,240美元 比之前的57,990美元 降低了10750美元 预计将于6月交付 特斯拉去年8月份 停止接受Model 3长续航版的订单 马斯克当时曾表示 暂停的原因是 积压的订单过多 随着我们提高产量 将恢复接受订单 Model 3长续航版和后轮驱动版一样 只能享受3750美元的税收抵免 可能是因为电池不是在美国生产的 不过Model 3高性能版有资格享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武特斯拉CEO埃隆 马斯克最近在美国失败博物馆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该博物馆列出了马斯克的6项成就和14项失败 其中一项败计包括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 这家快闪博物馆目前正在纽约布鲁克林展出 其他引人注目的失败 包括可口可乐2002年推出Colker2 1989年至1990年间生产的德罗宁汽车 以及2013年至2014年间生产的谷歌眼镜 据报道 马斯克创办SPACX对特斯拉的领导 以及短暂成为全球首富 这些都被列为他的成就 另一方面 马斯克的14次失败包括 被他联合创办的PiYPL和ZIP2提出 所谓的恋童皮丑闻 即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诬告一名救援人员 他在推特宣布将把特斯拉私有化 失败博物馆甚至把马斯克给值得小孩取名 也列入失败之作 该博物馆表示 创新和进步需要接受失败 其展出只在为游客提供一次迷人的学习体验 这次展览并没有说马斯克是个失败者 而是要求参观者自己做出决定 埃隆 马斯克 创新者还是失败者 正如你在整个博物馆所看到的 失败是创新的关键 六句知情人士称 在收购推特六个月后 马斯克已将该公司的员工人数 采减了近百分之九十 目前还剩下一千人左右 七岁近 中国五一劳动节的旅游数据出来了 出游人次超过了2.7亿 恢复到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120% 但是消费只恢复到2019年的100% 这说明大家都在穷游 真没什么钱了 而出游人次暴涨 主要是这是三年疫情来 第一个正式的长假 很多人真要憋出毛病了 而且这是典型的口红效应 通过较少的消费 来达到一个炫耀性的目的 这可能也是经济衰退期的表现 值得警惕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